在冷战时期 北大西洋上 一支美国航母战斗群正在游异 而50公里外 一艘神秘潜艇早已等待多时 它先用声纳锁定舰队方位 然后停手的舱盖缓缓打开 每侧都露出了5个导弹发射筒 很快第一发导弹完成了珠原装定 发射筒注水后 盖子翻转打开 导弹被固体火箭发动机推出 向上方30米处的水面冲刺 在20秒内 后面第二发导弹也完成了装定 如法炮制打开了盖子发射出去 只用了大约90秒 停手一侧的5发导弹 全都飞向了目标 接着另一侧的5发也依次发射 在三分钟内 潜艇发射了10枚反舰巡航导弹 4-5分钟后 航母会被重创或击沉 但水下巨大的动静也让潜艇暴露 于是它向预定航向加速 只用了90秒 就在100米深度达到了44节航速 大约每小时80公里 这个速度超过了大多数水面舰艇或鱼雷 每件只能骂骂咧咧地看着它跑路 这虽然是虚构的情节 但前苏联的661型钛合金潜艇 确实能做到这一点 该艇是苏联孔雀石设计局的得意之作 其内外层壳体均由钛合金制作 上世纪60年代的造价达到20亿卢布 简直就是条巨型金鱼 该潜艇专为一举击沉美航母 然后高速逃跑而升 长度107米 宽度11.5米 艇员80人 水下排水量约8000吨 1963年底开工建造 1968年底交付海军 编号为K162 1978年又改成了KRR 661型核潜艇为壳低矮 外形简洁流畅 全钛合金结构使其更坚固且重量更轻 极限前身达到400米 而外形的主要特色就是 艇尾相距很近的双螺旋桨 这两个桨分别用两台蒸汽轮机直接驱动 总功率8万马力 在1971年3月的测试中 该艇在100米深度曾达到了44.7节航速 至今这个每小时83.06公里的前航速度世界纪录仍未被打破 661潜艇的停手内外科体之间放置了10枚P70巡航导弹 这是最早能从水下发射的反舰导弹 重量3850公斤 长度约7米 尾部有4台助推固体火箭发动机 两台负责推动导弹从深度30米冲出水面 展开弹一后另外两台点火 继续将导弹推高到70米 而后助推器分离 导弹自带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点火 以高压音速巡航 靠贯导飞向目标 服役雷达高度机保持在水面上方约50米飞行 最大射程80公里 接近目标时 主动雷达引导头启动 开始扫描海面 弹上的模拟计算机将舰队回波中的航母识别出来并锁定 而后计算机接管控制导弹直至命中 在上世纪70年代 美国海军对这种一次事发的饱和攻击始终提心吊胆 由于661型潜艇的内外层壳体 都是用钛合金板材焊接成型 而钛合金遇到焊接的高温容易氧化 为了实现气体保护焊接 苏联人给北德文斯克造船厂的焊接车间里充满压气 让工人们像宇航员一样穿着空气加压服 就这样一点一点把6厘米厚的钛合金耐压壳给焊了出来 观察耐压壳的造型 发现头部一段截面乘八字形 原来它的内部分为上下两个舱 上部的一号舱是鱼雷舱 共存放12枚533毫米鱼雷 其中4枚提前塞进了管子里 其余8枚通过舱壁顶上的行吊搬运 下层舱是用来放置气压法发射鱼雷的空压机等设备 以及在鱼雷舱值班的士兵藏的福特加 和鱼雷舱分隔的是下部二号舱室 放着作为应急电源的银心蓄电池 以及电解质氧及空气循环等装置 这两个舱之所以用八字形截面 主要是为了增大鱼雷舱耐压壳的弧度 以便承受鱼雷在舱里爆炸的压力 后面的三号舱是个四层楼 里面弥漫着臭脚鸭子网 这里不仅有供两人轮流休息的床铺 还有导弹控制设备 当停手的MGK300红宝石综合声纳 将60公里内的敌舰锁定后 这些设备就负责向导弹装定飞行诸援 并控制导弹发射 中央的第四舱是指挥 前望动力和航行控制的核心舱室 该舱室高级军官众多 所以维克里有个潜水中 一旦耐压壳破损 就可按官职大小挤进去三五个人逃生 再往后是镶嵌着厚重牵绊的五号舱 里面有两台VM5M压水反应堆 它用白开水作为有燃料棒的减速剂和冷却剂 堆心工作压力约15兆帕 一回路的出口水温约330度 该反应堆单台热功率接近18万千瓦 烧出来的开水通过一二回路换热 将二回路的水烧成蒸汽 通向隔壁六号舱里的气轮机 两个反应堆各自推动一个气轮机 并通过传动轴驱动停尾的两个螺旋桨 每台气轮机额定功率4万马力 能够使该潜艇航速逼近45节 反应堆二回路的蒸汽 还同时驱动7号舱内 两台380伏三项交流气轮发电机 每台发电功率3000千瓦 用来给挺上电气供电 后面的8号舱里面安装了海水氮化器 空调制冷设备 水柜吹除的空压机等 艇尾的9号舱里装着舵机 用来驱动潜艇的升降舵和方向舵 虽然661型潜艇兼顾安全 动力强劲 空间宽敞 但里面80个人的任务 就是向航母射出导弹 然后在90秒内从静止加速到全速 以超过普通鱼雷的速度跑路 此时舱内噪音超过100分贝 以至于整个北大西洋都能真听到 魏斯友人说 该艇噪音太大无法隐藏 并且速度太快容易翻车 但661核舰艇 在已知的几次极限速度试航中 并没有失控 如果它开始发出巨大噪音 则说明一支被打残的舰队 正在目送他跑路 因此北约将这辆惊人的水下超级跑车 命名为Top级 意思是 他是所有北约潜艇的爸爸 951核舰队 警方个音速离合 警方个音速度 先看 几次 警方个音速度 驱忍